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这个原来的植株一般长到两到三年之后它的结果率会越来越少 我们就需要有新的植株来替代它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般我们现在养的种草莓都已经在生长结果了 那植株长得会比较茂盛 茂盛的植株一般都会长出像这样的一些匍匐茎来 像我这个大盆的上面这几棵都是它的匍匐茎 那一般像这种匍匐茎都是自带这种气生根的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匍匐茎进行压条繁殖 我们首先准备一个装满土壤的花盆 土壤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但是要提前给它浇透水 然后将其中一根匍匐茎直接放在这个土壤上面 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拿个东西给它稍微的固定一下 一般呢像这样子的匍匐茎一周左右呢就能扎到土壤里面去生根了 等根系完全长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连接处啊 用剪刀呢直接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这样子啊就能获得一盆新的小草莓了 那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小草莓盆栽 成活率呢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而且繁殖速度和生长速度都是超级快的 我们只要保证啊这个肥力是充足的 那这些植物呢很快也就能开花结果了 今天呢关于这个草莓的粉纸